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去年推真上台大医学院研究所的23岁罗利控林何俊,涉嫌在网络诱骗82名国中,国小女学生拍裸露极尾泻照片,甚至和一名少女上床,遭到起诉。台大也因此注销她的录取资格。 媒体报道,检警轻柴林男的电脑资料发现,每个少女档案都有专属名称,而这些名称甚至出现国小和自己哥哥乱伦,9岁被老实性亲过。 等注记,由于涉及犯罪,已转交相关资料给少女居住地的相关单位。 苹果日报报道,办案人员在林何俊存档中发现,部分少女的档案名称被注记了小六和哥哥乱伦,9岁被老实性亲过,狠色和同学午休互摸过等内容,检警怀疑涉及犯罪,不敢大意,提供讯息给少女居住地区的有关单位追踪。 报道提到,据悉这些照片使林何俊和少女交换而来,也也有部分是与同好换来的,侦办人员曾比对林男与少女的对话记录,已调查档案上的注记是否就是少女的经历。 本报曾报道,林男涉嫌从2013年起冒用型男照片网交,与多名少女义工、婆互称,取得对方信任后,以互相欣赏身体为有所要私密照,接住一散布照片作为要邪,逼对方持续传送新照,并将少女裸照分享给其他萝莉控欣赏。 林男也曾冒用其他少女照扮成女孩,主动传女性裸照取信对方,再要求对方回传裸照分享。 专案人员惊查林的电脑,发现他藏放82名少女不雅照的硬碟容量高达120GB。